我们点完菜等了45分钟了 我们吃饭的都是一个14分钟 反正你愿意等就等 你就不愿意等这都 我等我等我等 开在长江大桥下的 澎湖及重庆江湖菜 四个人 一百七 重庆好多老馆子 开在那种卡卡勾勾的地方 今天我们来搓一对 四个人 有推荐的吗 你看这个 这个是个什么 哈哈哈哈 自己写啊 好 好 浩椒牛肉丝 牛肉丝 我们写出去少被用的口罩 您今年高寿啊 八十 这是老师 哈喽 哈喽 我们点完菜等了45分钟了 炒菜等太久了 先吃碗面 他们家隔壁的牛肉面 二十块一份 来口肉丝 来口肉丝 牛腱子肉 挺紧张 我看好多人等不了 吃完面就走了 我们说反正都是个意思的分工 反正你愿意等就等 你不愿意等就等 我等我等我等 点完菜一个半小时终于上菜了 烧白三十二块 一二三 底下虽然垫了菜啊 这肉量可以啊 咸烧完滑肉啊 是三线肉 肥瘦均匀 还要先煮再炸 最后再蒸 啊 所以你看他有这个虎皮 桥头三嫩 三十八块 加了两种泡椒 我们尝一下这个肝啊 腰花 老了 皇后 皇后还是脆的 他这个下锅之前还过了一下油 然后再炒 所以他熟度会更高一些 只有这个肝还是比较嫩一点 其他的都有点老 这个不怕打标枪吧 鱼香肉丝22块 这肉丝加泡椒 加姜 加葱 这个没有冬笋 也没有木耳 没有胡萝卑 这样的鱼香肉丝 它正温馅中的 好嫩啊 鱼香味醒出来之后 甜 酸 辣 木魂之处是那个泡椒的酸辣感 我喜欢这个鱼香肉丝 有没有爱吃鱼香肉丝啊 一定得来重新尝一下 泡椒牛肉丝32块 泡椒的那个酸度和香味不是特别突出 你会觉得有点咸 回锅肉20块 比较咸 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豆瓣的那个香味 不是很突出 吃不出来里面的那个齿香 酸肉汤26 酸肉豌豆尖 这个量确实是相当大 冬天的豌豆尖啊 最嫩的 而且很脆 酸肉的品质也挺好的 没有全肥 家常味道 在北京舍不得吃豌豆尖 这是敞开的吃 他们家味道啊 在重庆的苍蝇馆子里 不算是特别突出的 口味偏咸一些 但是这菜量啊 给的是真多 如果你能等的话 你就来吃 等不了 隔壁吃碗面也挺好的